各位好 現在在跟各位介紹一種回收的量測開回路的方法 這種方法它是利用回收的方式 但是它沒有像前面這種方法用這麼多電阻 它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它是一個回收電阻路徑再加上一個電容 做一個所謂的非反向的復回收 那這個電路的特點是它的回收路徑是有電容的 所以直流電流只會回收回來 但是交流電流不會 交流電流就會看到這個電容 但是直流是不會看到電流的 所以直流的這個地方 今天基本上你的VI是小的交流信號 直流的大VI會是0 那這一點也就會是0 所以這個0會不會拉到輸出來 所以讓你的輸出基本上的偏壓條件一定是在0伏特 但是交流的話就不會是這樣的情形 而是會跟著你的這個VI的輸出 當然也會虛短路 然後看這個地方的跨壓是多少 來決定你的輸出結果 所以就會得到像這樣子的一個回收的條件 那它回收的結果也是大概在1K 然後下來 跟前面得到的結果很像 也很清楚 那如果我們試著 來動一動這個 會看到輸出有跟著跑 offset 但是可能這個幅度相對小了一點 會看到就是我們現在動了